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你喜欢的女人 是说你喜欢的女人 但那女人不喜欢那女人 即是你的朋友不喜欢你的女人 但你的女人是喜欢她的 但你的朋友既然不喜欢她 那也没办法 这些剧情很多 但有一次不知什么的机会 可能烧夜吃 可能喝了酒 你的朋友就吃了你喜欢的女人 那女人是喜欢你的朋友的 她并不喜欢你 但你的朋友是知道你喜欢她的女人 而她也不是喜欢她的女人 但那女人也喜欢她 可能喝了酒也挺正的 正不代表她喜欢的 我喜欢她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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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她的女人也挺正的 雖然我老死 就喜欢她的女人 我也要过一刀 在这个情形下 我跟大家说 所有人在男人正常的考量 就绝对不是我喜不喜欢阿B 我是不是喜欢阿A 不关他事 而是我老友喜欢阿B 这个考量才是最大的 但是 她是吃了阿B 接着 阿B是喜欢她的 她吃完了 她真的可以當作沒有那一件事 她真的可以當作沒有那一件事 她一時喝了酒 一晚 她繼續推阿B 去給她的朋友 我朋友喜歡你 她有甚麼不好 阿正有甚麼不好 你去跟她 她說 喂 好啦 老實說 你是 那個朋友 你會不會接受這個女人 你會不會接受這個女人 不會 但是你很喜歡這個女人 你真的很喜歡這個女人 開始不喜歡 好啦 還沒救 這個人 你就跟阿B結了婚 但是結了婚之後 阿B仍然不斷出去 因為他不喜歡這個女人 不喜歡你 因為他很喜歡這個女人 他很喜歡這女子 他不斷出去勾三白四 甚至乎 因為他很喜歡你的朋友 他還要找你的朋友去幫忙,但你朋友說,你是我的嫂子,你是我的嫂子, 還以正言辭,但當日其實是他,搞了這個女兒, 你說他要想大學什麼都好,然後說,你跟我朋友結婚, 那可能那個女兒阿B,是因為還想扔著那個關係, 師傅跟我結婚了,這個朋友還可不可以做朋友呢? 沒有錯啦,除非一個個案例外,如果那個人喜歡幾十個女兒, 有個個案例外,如果我們兩個都喜歡那個女兒, 但那個女兒是喜歡我,即是兩情相遇, 我們兩個好了就好了,你又不喜歡我的女兒,其實你不喜歡的, 但你又知道我是喜歡那個女兒,那為什麼要搞她呢? 就是這裏就沒得說了,什麼都沒得說,不要說兄弟, 什麼都沒有啊,什麼都沒有啊, 好了,為什麼呢?其實我昨晚看一部電影,看到這樣的劇情, 我覺得很難去做下去,沒有啊,我在YouTube看而已, 很多年前,我應該以前看過的,但是我不為意, 因為我最喜歡看這些劇情,就是劉青雲和吳振宇主演的 《高記黑社會實錄》,好看啊, 因為我一看到黑社會,劉青雲, 還有,我也知道為什麼,因為我最近有些追城寨的那些東西, 我不是追劉世良的城寨,我不是追劉世良的城寨, 我是追九龍城寨之圍城,有很多訪問, 他有可能彈出來,劉青雲, 吳振宇,黑社會戲啊, 我有沒有看過呢,其實我按進去,我覺得我是有看過的, 我覺得我是有看過的, 但是又不記得他在說什麼, 就是再看吧, 我發現這部電影是這麼無稽的, 就是在說這個劇情, 好了,今天我看到網民投選十大四十歲以上的影視美魔女, 這一個是由美數上投的,是根據投票, 那最後一四個是我加進去的, 其實我不知道他們的投票機制是怎樣的, 因為我覺得很多人錯過了, 限定是40-49, 不是,很多人錯過了, 老實說,我真的覺得, 例如你說,阿嬌也沒有人投呢, 還是, 我看上去全部都是電視圈, 你說連了電視圈, 就另一件事, 阿嬌也沒有人投, 沒有理由, 阿嬌也沒有人搞錯, 這個是2023年12月做的, 其實只有幾個月, 阿嬌也好像已經是40歲了, 好了,我們看看, 第一張照片看看, 第十位? 這個是楊出, 現在又去買木經眼藥水, 即是賣東西為主, 楊兒的姐姐, 網友評論她說, 雖然45、6歲, 但是說她, 有些肉地, 又有波, 比她的女兒還好, 她的女兒還好, 她的女兒已經十幾十歲了, 她的女兒已經十大了, 是呀, 我覺得, 這是當然是結束, 但是, 是不是去到十大呢? 是呀, 其實我不知道有這個人的, 我是很熟的, 我是直至何時才知道呢, 就是我賣木經眼藥水之前, 木經那個, 阿嬌就說, 他們之前楊卓藍買的東西, 買得很好, 買了多少支, 我這麼厲害, 誰知道我更厲害了, 這個百倍, 原來她不斷, 她是楊兒的姐姐, 我真的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那時候才知道, 楊兒的姐姐, 做電視, 2001年選港姐, 入行的, OK, 她拍這張, 這張照片她45歲, 現在46歲, 但是你說40多, OK的, 三個來說算是很棒的, OK的, 好了, 下一張, 這個, 不知道大家認不認得, 復出的, 簡冒華, 簡冒華, 其實她, 我不確定, 這麼多了嗎? 大一點, 我這張, 沒有選她大一點, 她簡冒華, 其實有四十六七歲的, 不是四十頭那些, 現在有時候的角色做媽媽, 但她是OK的, 不過呢, 這樣說, 如果不是你這樣的網民選出, 你就是個好色仔, 其實我是沒有什麼唯意的, 因為你做的角色都是端莊的, 我沒有什麼唯意的, 但是呢, 為什麼呢? 我和你開始年紀大, 那些十幾二十歲, 二十幾三十歲, 他真是滿腦子正常的男人, 正常的男人, 應該是每一分每一秒, 每一刻都是男人屌性的, 每一分每一刻, 但是我們已經過了, 我又不覺得簡冒華, 那你現在看是OK的, 四十幾歲, 這不是我們選的, 網民選的, 我選不到他們兩個, 接著第七位, 第八位, 不是第八位, 騰麗明, 騰麗明, 有這麼大的招呼, 這是封空廣告的, 那些CAP出來的, 他本身是寧邦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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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那些是寧邦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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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網民選了十大 她的老公是做這行的 林祖輝 她好像生了 她好像有寶寶 有小孩 不明白 姚家莉的網友 評價很高 她是不能入十大 這個我認為是第一組 陳偉 偉哥就真的這麼說 偉哥年輕的時候 當時搞到一些DJ打架 差女人 她現在成五包東西 有時候有些相片 其實你看到一些風箱 但是這一張是去年而已 你看那些 可能是小腹腰 都是要 是嗎 嘩 到現在每個人都說要吃的 全部都要吃的 正啊 陳偉 如果你給我 我真的是第一位 好 接著 55歲 張可兒 拍這張照片應該是 49、50 左右 那些網友仍然都覺得 老實說你都要吃的 但是其實 他也保養得好 但是你真的病過 你是覺得是一些風箱 要看一兩年的相片 是啊 你要看Viu這兩年的戲 你都覺得他是有些風箱 不是老 即是不像怎麼說 成熟得 有些過 但是 但是 純粹以Eat來說 都熱的 太熱了 OK OK 好 接著下一位 這個不知道你這樣也選了出來 這個是兩年前 找不到今年 不是 吳遠方 吳遠方跟我同年 吳遠方 這張照片是54歲的時候 當然 總體照片是很OK的 嗯 先生就過了身 那些小孩都很健碩的 那你以前就不用說了 最唱的小姐 香港小姐的阿君 但是你說 是不是Eat couple 我覺得都毫無疑問的 真的 50多歲你還想怎樣 這張照片都54歲的了 你真的很難搞 那怎麼搞呢 50多歲 OK 好 接著 接著他就沒有了 這三個是加進去的 說七個 一定會加進去的 說四十幾歲的 49歲 這張照片應該 素顏的 是比較 去年 但是其實大家看清楚 他沒有什麼露身 沒有什麼露身 也有些太瘦 因為你要保持鏡 如果真能來說 我想真的會更加瘦 但是我沒有見過真人 很難判斷 我就純粹用我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我一定要加進去 這個對不起 一定要認識 起碼你沒有理由沒有去訓 阿蛇 靠蛇 好 再加多一個 當然沒得談 你說你有什麼 你又不加 43歲 今年年尾是44歲 原來 嘩大哥 你看 基夫勝雪 回眸一笑 那個 嘴唇探紅色 看見上唇就想起下唇 不大不小 真的沒得撐 你沒得不撐 要吃 好 第十位也要加進去 謝安琪也沒理由不加進去 謝安琪 謝安琪 喂 喂 那可能你那些人說不吃 雖然他有些 黑意 因為謝安琪 都489 不是40頭 是吧 但是呢 其實我 在秋九十大的時候 我都有些掙扎 終於呢 是不是要加阿嬌呢 還是怎樣呢 阿蛇呢 好了 通常這些是十大的 但是 我要加一個 黃金 為什麼呢 四十 其實到以上呢 我覺得不聞 我沒有去的 OK 我們看看下一張 你說得好啊 Joey 哈哈 真的有Joey啊 喂 大哥 喂 大聲啊 Joey可能是這一群女兒 性經驗最少的 可能是 我不知道啊 我估計啊 但這跟阿嬌 多餘小事 但是 喂 過後啊 鄭秀文也是啦 四十歲 那鄭秀文都可以加下去的 但是我 難怪你說得好嗎 但是不想 以上那麼多位 女偶像呢 其實呢 我認為全部都 都在 是 但是你說想的 其實都沒有看到一個 真的想的 就真的沒有錢 我還沒資料 那一集 我看看 讓出 柬霧華 陳麗明 姚家里 陳偉 張可兒 吳遠芳 蛇斯文 姚子凌謝 安琪容 組兒 我都是 保留A Eatable 說得是美女 但是我想就 真是一般 各位網友 你們有沒有 哪一個是不想的 Joey 2 Stevenin說 其實 大家努力啊 明天 就留意我們的節目 我覺得 是沒有 不靈的女人 只有爛的女人 你想一下我們網友 今天就上台買天仙壽了 是 你看看 哄一下都可以瘦 那麼神奇 我們看看廣告 台灣妹 還很多 各位 姚子凌是台灣妹來的嗎 是嗎 不知道 不知道 這個就是金鳳王鴉 499 我們很久沒有賣廣告 貨品我們一向是有繼續賣的 OK 明天就說 Wakker上台節目 因為是吃渣的 所以分享不了很多 美美給他 我也覺得很可惜 這個金鳳王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家族料 這個花膠 我們遲些 可能會獨立出 我們的包汁花膠 我們之前賣過 5條 另外半隻金鳳王雞 10隻 大連的乾包 說明是大連 不是南非 不是日本 但是 Anyway都是乾包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一口湯 如果家裡有那麼多人口 有三四個 我們極度推介大家可以試一下 我們這個 金鳳王的 499元 明天我會有兩個產品作特價 不是我選的 是Sappiah減給我 我就可以 大幅減 大家可以益一下街坊 所以喝湯的朋友 記得留意 這個又有湯鑫 又有食物 499元 隨時上來不買就可以了 我今天收拾貨的時候 我去旅行之前 我入了幾個 現在還有十幾二十件 我真的覺得太離譜了 這個是法國白雪魚 我有法國白雪魚魚柳 法國白雪魚魚教 以及法國白雪魚魚麵肉 魚面肉就是淡淡肉 但其實 相對底下 是最沒有特別的 你用來做酸菜魚 打火鍋沒有問題 但是魚膠 和魚柳就好味道不得了 魚膠要算 關於骨 魚柳就真的是一流 法國白雪魚 是雪魚裡面最貴的 比銀雪魚更貴 而且呢 是世界十大原色菜裡面 排名第一 其實是世界第一 我上次說過 排名第二 第三 第四 現在不知道為什麼會是第一 廚師最喜歡用它 當然是有價值 但是我們現在 開過賭金也有 100-200克 169元 是平通全港 很便宜 但我們的廚師推薦 因為我們想吃完汁完美 很簡單 洗乾淨就這樣蒸 蒸完之後加蔥和薑 薑也不用加蔥 蘸些油就完成了 還有豉油 吃完 吃完100多元 這些我不是賺錢的東西 100多元 你起碼跟別人說過法國白鱈魚 這個鱈魚 如果我們吃法國菜 裝飾的那種名字 煮這個魚 加點甜品 湯 蛋糕麵包 收到幾千元 現在169元 你只能做到 不是用什麼做法 就這樣蒸了 蒸完之後你喜歡煎 你自己發揮 不用醃的 好 再去 益生菌 的朋友 益生菌 我不特別說了 我們買的是益生菌 我有益生菌 我有幾款益生菌 但是主要我們買的是益生菌 簡單來說就是益生菌的食物 用來養益生菌的 所謂的 養菌好的食菌就是這個意思 公價399元一盒 我們就 現在是598元兩盒 現在不是598元兩盒 買8盒就再送一盒 其實我們很多客戶是8盒一盒的 因為送多一盒 反正是乘客人吃的 吃過你就明白了 其實寵物 特別是我們很介紹寵物食靈芝菌和益生菌 好 再去 這個呢 其實我們買了很久 不能讓網友跟我說 不記得我有什麼 這個是法國製造的 全天然的火山石 基本上 一粒你用lifetime 用足一輩子的 因為是石 當然 石 都可以蝕的 我不覺得你三兩十年可以用到一塊石都蝕了 除非你24小時不斷地滾 滾什麼呢 我們的魔法球 滾 對眼 加強血液重蠻 將你的油脂面上的油脂吸走 以及 去到黑眼圈 有一段時間我經常滾 眼圈比較小 其實我眼圈的問題最主要是我肝不好 為什麼我都知道我肝不好 其實我沒什麼特別的事 因為 我昨天驗過那部肌 他說我的肝 有點弱 他說我的肝有點弱 跟我中醫看的肝 中西醫的肝石 是不同的 大家可以嘗試用這個 因為是天然石來的 你用到那麼多時間就可以拆出來洗 真的非常好用 除了你去眼圈之外 你眼周邊有很多穴位 你這樣滾過去 看東西都舒服一點 我現在只有幾盒 不過不敢約 上宴明天又會送火來 就是擁重泰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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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 不是不出事的一種竊竊,是不竊竊,不會說未出事就變軟了,可以堅持完成整個賽事 只是這件事對男人來說也很重要,而且信心滿滿的 否則性的表現除了我們身體上,很多時候的信心和腦袋都想著,糟了會不會派報紙,會不會變軟了 你真的不臨也變軟了,影響得很大,但是因為這個事情,有時候是這樣的 我們現在給你見證,如果我們做臨床,甚至乎給你兩顆 你倆有沒有在好立刻,然後說你倆喝水,甜甜一點,有糖衣,喝水吞下去 他以為自己認識翁松泰,他表現得好,心理上 翁松泰,記住,一盒780元,三盒2,200元,你不需要一定要買三盒的 買一盒,聽我說,每天吃一粒你沒吃過的,每天吃一粒連續六天 然後你看看有什麼效果,你才買第二、第三盒 我建議就是每天吃一粒,六盒 然後就省皮,一個星期吃兩粒,第二盒就吃三個星期 第三盒就可能一星期吃一粒,或者運動前吃一粒 運動前兩三個小時 好了,這個療程,我在一月這三、四個星期做了 就四月才再做,八月才再做,隔兩、三個月 好,因為你沒有個發這麼快便會虧了 是的,不要拿啊!不要你老母子去我不敢 不要你老母子拿著大腺 拿著腦袋出來,大家看看 啊~~ 就這樣就打 啊~~這樣呀,沒有長環呀 只要,我再回來報告 只要,除了擁重帶出來,其實我還有很多不同的產品 關於這一方面,其實方方面面的產品我都不是單一 一定是有對比的, 你怎麼這麼麻煩呢? 不好意思, 這些購物很麻煩, 這些是愛國的名牌, 不是,我反轉了, 好了, 這個擁重泰, 我好像沒什麼東西介紹, 木經眼藥水作不用多說, 580元,還有兩天, 最後是780元, 其實呢,我當然是大批入貨, 一定是便宜貨, 我最好不要說這麼多, 到6月1號的時候, 我舊價買入的貨, 我當然是新價買出來, 賺貨價, 但是其實支持者, 他們都很不想的, 他們同事很害怕的, 為什麼呢?真的是貴的, 但是我早兩天才遇到墨西哥, 他老爸這個黃班病變,要打針, 打五支針,一支針萬百元, 我早就找我, 而且萬百元都貴, 因為很多網友是萬一、二元, 我不知道是哪個醫生, 那你就覺得一點都不貴, 如果是那個時候, 當你要打五支針, 讓你兩支針皮的東西, 那你就不買東西了, 還有沒有其他相片? 休息一下, 我們讀一幅 一個加拿大網友回中國之後的體驗, 他的體驗, 我不知道是誰還是誰, 休息一下 三支針皮 三支針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